我是毕业就留在北京的一个大厂工作 然后差不多七年了吧 我最近呢就是在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吧 然后就选择了回老家 我本来想着就是回来就不想再回去了 但是就是现实情况就是说 工资又不太高 然后房价就还是要一万多吧 压力一点都不小 以前就是在北京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就是无非是孤独的一点 但是至少我的工资是 就是我是满意的 我能就是干多少拿多少嘛 然后我也能保证自己的生活质量 但是就是现在回来了 我就感觉是一地鸡毛 就是没有一件事情让我顺心 就是工作更累 然后工资又更低 我就觉得要是一直现在这个情况下去 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生活了 就是很苦恼吧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我要不要再重新回去 嗯 单单你好 我是志胜 哦 你好 我想了解您一下 就是您当时做这个回家的决定的时候 您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考虑是什么 我当时考虑的最多的就是 我觉得这边的城市工作就是压力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可能也快三十了嘛 家里那边也觉得说 你还是回家能稍微安定一点 嗯 其实特别能理解你 因为我最近也是刚毕业嘛 也是产生过要留在大城市还是回家 因为我当时又已经接触脱口秀了嘛 我当时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城市 是做不了脱口秀的 所以说我当时就是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一个 嗯 未来长期的一个发展 我通过这个来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在一厢打拼 有没有那一下觉得想要放弃 然后当时的感想什么 来 请下一位观众 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回到小城市的话 他就需要找一个轻松的 然后没有压力的工作 然后同桌时间来去给自己多一些社交 去找一个合适的对象结婚 因为他毕竟三十岁了嘛 黑啊 对不起 就是把拼事业改为过生活是吗 你三十岁了 自己的工作越早越不行 那就不要考虑这些东西了 你别说了 三十岁咋的 我三十岁 我才刚刚开始 你从大城市到一个小城市都发展不下去了 这说明你的梦已经破灭了 好吧 要接受现实 好啊 我们来听另外一位朋友 反驳他 老师们好 我作为女生 我是希望女生为什么三十岁就要结婚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拼事业呢 对不对 就我希望不管是单单还是我们其他的女生 我们如果有一天选择回到家乡 一定是因为说你有更好的工作规划 或者说你的家庭归属感 而不是因为你觉得 我需要结婚了 我为什么需要结婚 我就要回家结婚 或者说我为什么三十岁就需要结婚呢 对不对 就还是刚才那个理论 我为什么不能凭我的努力把家人接到我身边来生活 而是我要回到小城市 去过平淡 可能重复我自己不快乐的生活呢 谢谢 谢谢 还有吗 我来给这位兄弟解释一下吧 工作了七八年以后 咱们决定辞职回老家 肯定是有自己的打算的 那回到老家之后 肯定要面对问题 跟大学的时候 刚毕业 刚工作的时候 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 因为我跟丹丹的经历有点像 我也是回到长沙 的确我们的生活的确是过了安逸了 然后见到父母的评次 次数都变得多了 我们可能更靠近了亲情 但是在工作上的确是有局限 但是我觉得我目前 以我现在的年纪来说 我觉得我收获了更多的快乐 谢谢 谢谢 那丹丹听完他们跟你的建议 你有没有心里面有一个 更加清楚的选择 就是在于你自己 别人真的没有办法 给你很多的 就是说这是正确的路 这个是正确的路 都不太可能 就是说无论咱们在哪 我觉得只要在路上 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 感谢观看